北斗卫星定位 它整個已經發展的更成熟了 它的成熟度超過了原來的GPS 這在整個百度百科 或者是百度的網頁體系裡面 都和北斗做前面連接了 你來到天下大事預測 整個天下似乎不斷的在震動 連百度百科上面本來跟GPS合作的地圖 或者是定位都做的更改 這下可是一個巨大震撼彈 只是它是從Google系統或者是網路系統 你會發現變得不一樣起來 怎麼個不一樣法 後面隱藏了什麼機密 是北斗卫星定位 它整個已經發展的更成熟了 它的成熟度超過了原來的GPS 那它的清晰度超過GPS 而且它的整個地圖系統的精細度 也超過GPS 它已經變成是雙向溝通 也就是北斗卫星定位系統 它是可以傳訊息上去的 換言之我們不需要通過通訊軟體 而是通過北斗它就可以傳訊息 那麼現在的訊息可以達到多少字呢 目前為止啊 它可以傳120個字每次 照這樣我們發現 所謂的通訊軟體 已經不僅僅只是過去的 所謂社群軟體或者是電話交友軟體了 而是現在連定位軟體或者是地圖軟體 也可以附帶的這樣的功能 這在整個百度百科 或者是百度的網頁體系裡面 都和北斗做前面連接了 那就表示說如果打起太空戰來或者是地表 如果軍隊是跟北斗體系配合 而不是跟GPS體系配合 那誰會更卓越呢 這有可能會變成是北斗衛星體系的天下 告訴大家 未來在東海到台海到南海 乃至於如果是中國的軍隊 不管是他派地面軍或者是海軍 到達任何一個地方去出征或者去迎戰 那麼他的軍隊將連接的是 可能那個時候 比GPS都要更高明的北斗衛星體系 如果我們硬要說 美國仍然具有全面的優勢的話 那恐怕就真的會被打臉 而且這未必是如此了 因為光是GPS就落後於北斗衛星體系 如此的一大劫 那麼整個太空軍如果放回到現在的歐陸 如果北斗衛星體系真的協助俄羅斯 和烏克蘭在戰爭戰術戰績上 有了一點點的互動的話 那你看會怎麼樣呢 我們不妨這樣說 過去啊烏克蘭之所以可以做精準的打擊 而且可以總是在俄羅斯做任何一個動作的時候 似乎都事先可以預料到 或者說更精準的獵頭式的獵殺 這到底是只是烏克蘭的功勞 還是整個歐盟還是包含美國功勞呢 實際上美國早就有很多的科技系統跳出來說 他們從俄羅斯開始出征開始 或者開始要入侵烏克蘭開始 他們就已經把好多的科技準備灌給烏克蘭了 於是我們才看到今天的俄羅斯烏克蘭戰爭 會一打打了那麼久 似乎可以綿綿無盡 看起來好像是烏克蘭一個國家在對俄羅斯 事實上並非如此 也就是說幾乎是整個美國和歐盟 或者說再加整個北約來和俄羅斯對打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顯然會有一個空窗 或者是有一個關鍵的疏漏 那就是雖然烏克蘭他可以作為一個代理人 跟俄羅斯打得好像是水生火起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打擊的過程裡面 歐洲要力挺烏克蘭 除了給他的各種戰備物資以外 他還有一個關鍵的嚴重漏洞 那就是能源 能源裡面有一項 是他大眾必須向俄羅斯購買的 就是天然氣 我們看到天然氣管 當時候再見 這兩條是著名的 直接從俄羅斯通向德國的 這是他的北溪一號和二號 光是北溪一號就有5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如果再加上北溪二號 當然二號還沒完全啟用 加總起來就有1000億的立方米 那麼這兩個數據一旦加起來 你可以知道那可以使得德國的能源可以源源不斷 當時候建的時候就有許多東歐 甚至北俄國家對這件事有意見 最有意見的就是波蘭 然而他怎麼樣都已經建好了 而這個北溪一號和二號 他原來的結構是什麼呢 他是有4公分厚的鋼管 整個鋼管4公分厚 他水泥還有7公分厚 加總起來是11公分厚 換言之啊 這個北溪一號二號 他要自己裂開啊 這幾乎是完全不可能 那麼波羅蒂海 在這個北溪一號二號的深度 大概是多深呢 是從70公尺到450公尺深的海底 那麼我們知道德國的科技和俄羅斯的科技 要建這兩條天然氣輸送管 絕對不會有問題 而且也不會讓它隨隨便便的裂開 偏偏北溪一號二號就是被裂開四處了 也就是不管是一號管二號管 而裂開的地方呢 大約在水深呢 70到100之間 還不知道不到450公尺那麼深 那這個地方能夠去炸的人有誰呢 就大家把能炸的 有這個能力炸的把它攤開來 就是包含美國英國還有呢 俄羅斯當然我們一定會把受益者主動排開 那當然不可能是德國了啊 雖然德國有能力但他絕對不會是自己炸的 否則呢那簡直是開玩笑 那麼除了美國英國俄羅斯以外 還有別的國家嗎 有的 他還有波蘭或者是挪威 但是我們看到網路上 基本上會把波蘭和挪威給排除開來 雖然波蘭啊在這兩條管子被炸以後 他的獲益會最大 但是大家一般認為波蘭不敢幹這件事情 原因是他如果被抓到的話 他的國家的損失可就不是幹的 所以敢幹這件事是要不怕被查出來 甚至也不怕被懷疑 而目前我們看到網路上大家是怎麼說的 是有45%懷疑是美國幹的 40%懷疑是俄羅斯幹的 雖然15%才是英國或其他 那我們再看看各國的領袖是怎麼說的 俄羅斯的普丁只指是英國幹的 那道理是英國還是美國還是俄羅斯呢 一般認為如果是俄羅斯幹的 俄羅斯何必這麼幹 他那邊就有砸口了 他直接把他砸口給關了不就得了嗎 何必要把他給炸碎 這不是多此一舉 這話基本上是不錯的 不過有另外一派有特別的說法 說因為普丁的想法不可以一般來料 所以他們認為普丁也許為了要證明 他真的會用戰術型的核武 所以這四處是他用小型的戰術型核武給炸裂的 這是在暗示整個歐洲暗示全世界 他真的敢用核武 這有沒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 那麼可能像這二呢 是美國 因為當時候 常常說錯話的拜登 早就在年初 2020年的年初 就說了要必要的時候 會設法讓歐洲和俄羅斯的天然氣關係會被切斷 他如果不說這話也就罷了 說這話就好像是鐵正如山 再者在這個天然氣管被斷掉四處的時間前後 正好美國在波羅利海相關的海域 請注意那個海域是公海 在那個海域上做各種演習 而且它上面正好有兩棲攻擊艦 那我們知道兩棲攻擊艦它是可以發射魚雷的 那麼就有專家評估這四處呢 可以是魚雷給炸裂的 不過又有其他專家說 這個魚雷的當量啊不到500 可是要把它炸裂必須要到500 這個部分呢就有爭議了 是不是魚雷的當量 真的是未必可以把它炸開 這在專家他們的評估世界裡面 各有說法 有人說你可以同時發射兩枚啊 沒錯它又不是只破一個點 而是破一大段啊 或許是如此 那麼我們就得等他們自己去調查才知道囉 那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這三個國家組成專家要調查 會要多久 也許超過一年 也許遙遙無期 但是它不能不能不調查 那如果調查出來的是英國或美國呢 那等於不能調查出來 但北溪一號二號 它一旦被炸裂這麼多處 它有一個最實質的問題是 德國的整個能源和俄國的合作體系 是徹底的被破壞了 那麼我們一定想回頭來看看這件事啊 那就是到底德國是真的得罪了英國美國 還是俄羅斯要拿德國的經濟能源開玩笑呢 因為德國畢竟是歐盟最重要的工業國 而且歐盟幾乎是靠德國給支撐著經濟的 但今天德國一旦因為天然氣給打下去了 那歐盟的力量就勢必變小了 這件事情對美國有好處 對俄羅斯也有好處 這是這兩個國家都被列為嫌疑犯的重要原因 現在光是德國的麵包業 就已經嚴重到八成的麵包公司啊 是沒有辦法開成功的 或者麵包店開不了成功 那我們看這樣的一個德國民生 難道不會引起非常多的民變嗎 會這樣的民變的確在各個地方 開始一處一處的展開了 可是更嚴重的是德國的工業 根本就開始出了問題 嚴重到什麼程度 嚴重到許多的工廠 或者許多的公司 他可能整個盈利 就是用來付他們的電費 如此而已 如果公司的盈利都只能用來付電費 那就表示歐洲的經濟 真的很嚴重了 嚴重到多嚴重呢 我們看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 他竟然就提出說 如果這樣再繼續下去的話 那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對於全世界 我想已經很嚴重了 這個嚴重呢 會從2020年的年底 一直到2023年的整個年 甚至跨向2024年 而且從歐洲一路 經過中東 燒回南亞 東南亞到東亞來 也就是整個亞洲 都難以避開這場金融風暴 他是從天然氣 俄羅斯 烏克蘭的戰爭 和整個貨幣出了問題 最後是供電都有了狀況而引起了 這樣說來 全世界的人口想要再向上攀升 看起來難上加難了 第二 全世界的糧食生產也會出問題 這樣一來 在2022年的冬天 不僅僅只是會出現能源不足 它還會產生另外兩個現象 會有人被冷死 也會有人被餓死 因為糧食本來的供給 在烏克蘭戰爭那時候 就已經說會有問題 現在再加上能源不足 那糧食的供給就會有更大的問題 剛好我就說 這個全球災難恐怕是 事所必然要到來了 而且會以什麼方式的到啊 我們先看英國 英國的英鎊 我們早先啊 在2005年的時候知道英鎊 跟美金的對比啊 常常是2比1 甚至呢英鎊還比2比1還要再大一些 而今英鎊是真的跌到奇慘無比 無怪乎會有人說啊 這個查理斯王子他當成國王以後 將來他恐怕是撐不了太久 就必須要善位給他的兒子威廉王子 外加這位首相啊 年輕首相 女首相上來以後 不過僅僅在一個月內 他的民調就從55%下滑到只有18% 好了那我要說的是 英國就已經在2022年的9月 如此之慘 英國的國債也幾乎進入崩潰邊緣 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債呢 難道不會崩潰嗎 如果我們這麼說 歐洲的主要國家 那幾個大家常聽到的國家 或者外面你買得到他的國債的這些國家 這十幾個國家 假設幾乎都崩潰了 那各位你認為全世界經濟會好嗎 不管是日本韓國中國 都已經知道他們面對經濟的寒冬 日本也幾乎在搖搖欲墜 韓國幾乎快要進入破產 而中國之前就已經有那麼多的 建設超級大公司倒閉 還有數千萬套的樓房就變成是擺在那兒 甚至是要拿炸彈把它爆破 還有已經從報紙上可以見到 數十家銀行就直接可以說是廢了 要關掉了 叫定點爆破 這都是我們已經見到的訊息 那如果再加上歐洲的各國國債都爆掉 就像英國現在已經爆掉 那請問亞洲能平安嗎 亞洲當然很難平安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 它為什麼不斷的透過升息的手段 來控制它的通貨膨脹 到今天我們看到歐洲的通貨膨脹 仍然是高達兩位數 我之所以用兩位數的原因是 你很難知道它是10還是11還是到15 因為它的物價不斷的會因為天然氣不足的原因 或者能源不足的原因產生巨大的波動 所以它的通貨膨脹一直在兩位數裡面盤旋 這兩位數如果當它到了通貨膨脹20幾% 那可就不得了了 那就表示巨大的金融災難就要到來 好 所以這個天然氣問題就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天然氣問題 我在這裡再補充另外一個材料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全世界的天然氣什麼時候會用完 照我們現在的使用速度是45年會用完 但你說45年後 我們至少還有石油跟煤礦可以用吧 是 還有油礦可以用嗎 是 可是呢 它們都有實現 你往後再推一點 200年內 大概所有以上我們所念到的 跟能源有關的礦產全數會用完 這樣一來 世界文明當然在走向一個極端化的狀態 然後呢 北溪1號2號被炸 大家知道有大量的腳碗飄到海面上 而且 對整個波羅利海產生嚴重的空氣污染 光是它前兩週所造成的污染呢 就已經堪比整個丹麥1000多萬人口 所製造的空氣污染 全年的一半 你看那是巨大的空氣污染 這樣的一個空氣污染 同時間又在歐洲散開 那對歐洲能好嗎 當然了 大家想要知道說 那歐洲總要有一點好消息吧 它的天然氣總要要從別的地方來補足吧 是的 波蘭以及挪威 它們之間建的一條天然氣管 這個天然氣管呢 可以補大概 大概北溪一號二號的10% 那這條天然氣管補10% 卻不是補給德國 是給波蘭 也就是說波蘭他自己要用了以後 他有多的他才可以給其他國家 否則他自己名聲都出問題 他哪來給其他國家呢 那德國想要從波蘭這裡買 就得買得很貴了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說 到底整個歐洲有多少國家 可以抵抗這次的天然氣風暴 能源風暴 我們已經知道 挪威它是自己有天然氣 所以挪威可以逃過子彈 波蘭因為建了這個天然氣管 所以它也逃過子彈 先前我們還知道 匈牙利跟土耳其 已經不甩大家的約定 他們各自去買了 所以他們也可以逃過子彈 然後除了這四個國家以外 我們知道阿薩拜疆他自己也有天然氣 而且阿薩拜疆堪稱是歐洲的最東邊 也是最東邊的歐洲 最靠近亞洲的國家 阿薩拜疆我們稱為亞薩拜蘭 他也把天然氣給賣給希臘 而希臘再建了一個天然氣管到保加利亞 182公里 所以保加利亞跟希臘在這裡也逃過一劫 關於能源不足 此外還有西班牙 西班牙也從阿爾及利亞接著天然氣管 那麼我們這麼數上一數 大概有十出頭個國家 可以逃過天然氣不足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的國家裡面的人民 不至於因為天然氣不足而造成寒冬會凍死 可是這些國家能不能逃過整個歐洲的金融風暴 那就未必見得了 換句話講歐洲國家 請注意歐洲國家不等於歐盟國家 因為歐盟國家數量比較少 歐洲國家數量是要到的多 還有40多個 歐洲國家因為地處歐洲 又面對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還有糧食上的輸出不足 再加上他們整個分工是互相連鎖在一起 所以各個國家基於他的能源能擁有多少 再加上他和對外的貿易關係 他也就有了各種情況不一的金融風暴現象 或者是通貨膨脹現象 或者是失業現象 這些現象當然能源供給比較充足的國家 相對會好得多 例如挪威 他相對會穩定得多 例如阿薩拜疆這相對會穩定得多 但能源是跟別的地方買 買來你供給量是夠的 這像波蘭或者希臘 這當然會差一點 那如果都不夠了 那就會很糟了 歐洲主要經濟體 歐洲我現在說的不是歐盟歐洲的主要經濟體 那你看 英倫三島的英國奇差無比 而在歐陸的德國法國意大利都非常的糟糕 請問這情況能好嗎 他這個壞的情況 已經可以直接回到1945年以前 給大家回憶一下 1945年以後的德國是什麼局面 是他們的孩子窮到連巧克力都吃不著 甚至牛奶都喝不夠那樣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的局面雖然還沒有遭到那麼糟 恐怕是僅次於那個時候 所以才有馬歇爾計畫 1953年以後的整個歐洲振興計畫 我們可以在這大膽的給大家預測 在五六年之後 世界也必須重新提出一個全新的歐洲振興計畫 或者歐洲自己必須重新提出一個歐洲振興計畫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表示 整個世界必須走向一個經濟規模倒退的路線 925年以上 三十四五年之後 在這大膽的距離 一大膽的距離 一大膽的距離 全都沒有在這大膽的距離 全都沒有在這裏 全都沒有在這裏 各個的歐洲振興計畫